一早想来一杯可可 民众打开风膜上面却出现 不明黑点漂浮物体 仔细看竟然是小墙 而且数量还多达八只 让人感到超恶心 胃口瞬间全没了 那如果你吃到的话会觉得怎么样 会去捡脂肪 如果喝到当下会不会觉得很恶心 会觉得很恶心 那以后就如果遇到这样的店的话 以后还会再去吗 不会 怕 很怕 以后还敢不敢喝 不敢 不敢喝了 不敢喝了 有民众日前到了桃园 连锁早餐店买了一杯可可 没想到里面却有蟑螂 认为连锁早餐店的品质堪忧 让他气得罚文控诉 网友也认为真的太可怕了 店家没有注意到吗 事发店家目前拉下铁门没有营业 员工则是在内部进行清洁作业 卫生局也派员前往稽查 躺查或环境卫生不符规定 要求业者限期改正 如复查不合格 将医食安法 裁罚新台并6万元以上 2亿元以下罚还 总统司回应出现小强的是加盟店 借货投诉第一时间就展开调查 同时联系顾客 但没有得到回应 店员已经全面进行清销 未来也会加强员工卫生安全培训 确保所有产品都有符合卫生标准 不让民众担心食安问题 近期视频缺带您杨仲强采访报导 大贼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静好新闻 1 2 3 4 4 ? 4 2